近日另一期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的新闻 就是澳大利亚决定向美国和英国购买核潜艇 那么理论上讲它都有发射海基战斧的能力 战斧巡航导弹潜射型 与之前讲到的潜射弹道导弹不同 二者以飞行方式进行区分 潜射巡航导弹 一方面拥有潜射弹道导弹相类似的隐蔽性 同时叫潜射弹道导弹来讲 拥有更加不可捉摸的弹道 潜射巡航导弹在发射后 可以使用掠海飞行等方式 使敌方雷达更难捕捉 那么潜射巡航导弹这一块 你像以色列包括像伊朗实际上都有 那么这种打击能力 其实倒是真的来讲更危险一些 因为它如果说攻击常规目标的话 用常规弹头攻击目标的话 也是很好使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